她平时在生活当中吧 特别爱穿那个紧身衣服 有时候天气日 她老说我露大腿 这还不算 还有一个就是她呀 特别爱弄装艳膜 每个处理都打扮得花子召瞻的 我对这个特别不放心 就是大了就不能爱美了 化个妆不是更漂亮一点吗 这位爱美的大姐50岁 平时爱打扮 紧追潮流 这位大哥42岁 开了一家养生馆 大姐之前是大哥的顾客 两个人就是这么认识的 两人之所以来到这个舞台 就是因为大姐平时态势上 让大哥不放心 而大姐却认为自己虽然50岁 但是身材好 喜欢打扮是一种爱好 觉得这些再正常不过 嫌大哥鸡毛蒜皮 所以想让导师们 帮忙解决两个人的问题 那么大姐做了什么事 让大哥不放心呢 她平时在生活当中吧 特别爱穿那个紧身衣服 有时候天气日 她老说我露大腿 这还不算 还有一个就是她呀 特别爱乳装艳膜 每位厨具都打扮着花枝招展的 我对这个特别不放心 我说都这个年龄了 是吧 都50岁的人了 咱能不能稳重一点 端庄一点 大哥认为 大姐平时打扮着花枝招展 总穿一些显身材的衣服 这样根本就不符合她的年龄 端庄稳重 才是这个年龄的样子 可是大姐却不这么认为 觉得自己这么穿没有错 漂亮一点不好呢 特别是自己的身材还这么棒 不打扮打扮都白下了 但是大姐有没有考虑过大哥的感受 男人一般都喜欢看漂亮的女人 特别是别人的老婆 就因为这个 大哥还干了一件奇葩的事 有一次我买个衣服可好看了 我朋友圈老发 然后我那朋友还有同事都说特别漂亮 我可开心了 我觉得那衣服特别好看 结果一觉醒来以后 我发现衣服不见了 他半夜头是给我剪了 什么衣服这么漂亮 还发到朋友圈炫耀 那么大哥又为什么给剪了呢 当时都会把我戚疯了 不提的我还不说呢 他买了一身内衣 直接就抱朋友圈去了 特别生气 您买的是内衣 您发朋友圈 他老土帽我买的是游泳衣 哪里都漏着 我真的在我朋友圈都没面了 大哥说这是件内衣 哪里都漏着 还发到朋友圈炫耀 让大哥颜面扫地 一气之下就给剪了 可大姐却说这是件游泳衣 说大哥就是个土帽 没见过这东西 还把自己最喜欢的衣服给剪了 当时气坏了 不过大哥后来又给买了一件 但是大姐并不喜欢 他买那个衣服啊 就是那脖子可高了 大热天的 肺子都给你捂出来了 咳吐了 那广场舞大妈都不穿那种衣服 你说我身材这么好 让我穿那样的衣服 我肯定不想穿啊 大哥给买的衣服 大姐并不喜欢 全身都包得严严实实的 广场舞大妈都不穿那样的 还让这么漂亮的大姐穿 根本就对不上号啊 所以两个人在这方面 有着不同的观点 那么还有什么事 让大哥不放心呢 平时啊 他也爱跳舞 身边的异性朋友特别多 都是一些跟他年龄相仿的 有时候比他年龄还大的 我就说 跳就跳吧 别老搂搂抱抱的 不搂搂抱抱能跳舞吗 哥梁敏远怎么跳啊 跳舞不都是搂搂抱抱的吗 大姐平时穿着打败时髦 自然就会吸引一些异性 平时和异性跳舞 是大姐最喜欢做的事 这让本来就保守的大哥 看着很不爽了 自己的女朋友 和别的男人搂搂抱抱的跳舞 成何体统 可是大姐却不这么认为 跳舞就应该搂搂抱抱的跳 不然怎么跳舞呢 而且大姐会跳的舞蹈特别多 什么样式的都会点 穿着打败时尚 性格又有一些小女人 这不就是典型的 中年男人眼中的杨贵妃吗 我是国标啊 低斯克 甚至那个钢钢舞都喜欢跳 我跟你说 你们活到50岁的时候 要活得像大姐这样 多精彩啊 你看蹦迪啊 钢舞玩舞啊 国标 现在是城市生活 本来就是这样子嘛 对对对 大姐虽然50岁了 但是活得那叫一个精彩 很多年轻女性 可能都达不到 这位大姐的生活质量 还不光这些呢 跳完舞后 还要去和那些舞伴喝酒蹦迪 这让大哥哪能受得了 于是就想让大姐教自己跳舞 学会后当大姐的舞伴 这样既不担心大姐出格 又能锻炼身体 岂不是两全其美 她有时候跳完舞啊 有时候跟别人又去喝酒 又去唱歌 玩到半夜才回来 我也说过她好多回 我说你再去啊 我一个女人嘛 我说我也老担心呢 毕竟是她男朋友 我说你再去 你教教我跳舞吧 我跟你一块去行吗 是吧 我当你舞伴 最起码这样我对我 对你也有安全感 你看她的样子 她有音乐细胞吗 大哥这个想法倒是不错 但是被大姐直接被拒绝了 认为她没有音乐细胞 也不适合跳舞 主要是两个人 根本不是一个段位的 跳不一块去 好嘛 大哥满怀希望的解决办法 就这样跑堂了 也不知道 是大哥真的不会跳 还是大姐就不想跟她跳 这个咱们就不去想了 我都跟她不是一个段位的 我能跟她去跳舞吗 那我可以学呀 我能学呀 我看您好人也没什么音乐和舞蹈细胞了 我比她好多了 还看不上人家 她就是真的不会跳舞 大哥这个段位 只能适合跳一跳广场舞了 大姐的段位 那得跳一些高端舞蹈 搂搂抱抱的那种 跳舞这个是 一直是大哥心头的一个疙瘩 经常怀疑 大姐在外面跟那些舞伴 搞一些不正常的关系 你还别说 越是怀疑 是就越多 下面这个事 就把大哥气得不行 必不能忍受 就一次 他谁让她舞伴 肯定会给她送回家 那我能一块跳舞 脚扭伤了 人家舞伴看怕我出危险 立马过去不回家去 跟她说 你找个冰块给她付付脚 结果她不能给你付脚 她跟你说什么 你里头给我离他远点 人家把你那去的 回去给我拉黑了 大姐跳舞脚扭伤了 舞伴给大姐送回家 这件事把大哥气够呛 还把大姐的舞伴 给训了一顿 结果闹得很不愉快 正常来说 大姐脚扭伤了 舞伴帮忙 送回家也很正常 但是大哥为啥这么生气呢 多气人哪 我就家福建门口 五分钟都入城 你就不能给我打个电话吗 不耽误时间了 耽误这楼退缺了 怎么办呀 其实这个就是在 家楼下的广场里跳舞 对 所以你吃醋了是吧 对 这人要是扎下了 疑心这个根 那就很难再拔掉 本来大哥就对大姐 跳舞这个事怀疑 却偏偏又碰上了这个事 难怪大哥吃醋 不得不说 这广场舞害人呢 不光这两位大哥大姐 遇到这样的事 很多中老年人 都因为广场舞这个事闹别扭 什么你跟那个老头抛没眼了 什么你俩靠得太近了 等等一些鸡毛蒜皮的事 特别是一些 五十岁左右的小老头小老太 别看岁数不小 醋吃的比年轻人都多 这两位大哥大姐 虽然是厚到一起的 但是最起码的信任也应该有 可是这位大哥 就是接受不了大姐的这些习惯 最后 两个人还是分开了 既然不合适 那也不能强求 岁数都这么大了 还是希望能抓紧 找到一个更合适的他吧 最后 祝天下的有情人 忠诚眷属